第186集 屋内众人皆无言语 指秋娘又往东边多看了好几眼 敲时辰差不多了 单局便领着两个女孩出了门 贤姐儿在前头跨了出去 绒姐儿的脚步却有些拖拉 一步三回头的看了明兰好几眼 黑白分明的同志眸子中 透着些许不安 明兰心头一动呼叫出了声 容丫头 容姐儿立刻站住了脚 眼巴巴的盯着她 好好读书 待着要有礼恭敬 可以被叫人欺负了 记住了 你姓顾 明兰想了想又添了一句 京城这地界上 你老子在外头还没吃过亏呢 顾家二郎自小野性难逊 一双拳头打遍京城顽固界 她别去欺负别人 就念佛了 话音一落 东侧次间又一次发出极轻的声响 疑似闷笑 容姐儿小脸一愣 明兰咬牙 赶紧叫她走 小女孩儿便低着脑袋转身跨出门去了 一干婆子丫头进阶出去后 一个高大的人影一闪 顾婷叶助力于挤紧格子侧边 手上拿着块雪白的帕子 在指尖轻轻揉着 一身褶红色暗金螺照鼠井长幅 气质成熟稳重 秋娘见了她 顿时一阵激动 微颤着嘴唇却说不出话来 拱红霄却机灵多了 赶紧道 夫人忙了好一会儿了 这就让碧妾服侍老爷夫人用饭吧 说着便要来扶明兰 顾婷叶皱起眉头 这儿有人服侍 你和秋娘先回去吧 与其威严 无人敢抗辩 拱红霄的动作僵了一下 然后满脸微笑的 应声下去了 后面跟着垂头忧愁 且依依留恋的秋娘 明兰瞧着 那落寞不舍的两人 转头对着顾婷叶 似笑非笑 极少见这么爱 给太太请安的妾室啊 侯爷您说 这是为何呢 顾婷叶不答话 只借以着玲珑阁沉默 明兰接着自问自答 天然是我这主母极为人厚 更见人品 正知磊落 叫她们心生景仰 爱戴不已 还不快来用饭 男人神色不变 却弯了下唇角 眉梢 平添几分风情 女孩们上学后七八日 明兰照着大洲风俗 登门去道谢 于午后 再次背下薄礼 去郑将军府 重点感谢郑大夫人的 见识之德 根据自小的经验 似郑大夫人 这种沉默肃穆之人 实不惜人 过早多话 说得越多 越惹人讨厌 明兰真诚的 到了谢后 默默的 也不知说什么好 又不能踩进来就走 只好坐在那里 挖空脑袋 援引些实力 来增强可信度 这几日我家荣甲的确乖巧之理许多 汉她母亲时的口气 诚挚多了 不像以前跟文字教似的扭捏不情愿 可见有时候 思想工作还是需要局外人来做的 想了想 明兰又添了句 不必人看着 就知道自己用功了 郑大夫人虽不怎么说话 但却淡笑的词合 倒似喜欢明兰这种 乐乐的叙述 小沈时笑着来活络气氛 我真的说了 你那姑娘也是个要强的 头回先生查文功课时 稍训了些 第二日便真回脸来了 不但如此 明兰拿帕子 含蓄的眼笑 尽量认真实在的说话 那孩子有淘气 更知孝顺长辈了 听她屋里人说 这几日 她正勤练针线 预备过年时 给我和侯爷 孝敬一二小物件 我的佛 老天保佑那女工师傅 可别叫我家笨丫头气坏才好 郑大夫人听着好笑 不要紧的 只要入了门 变得好些的 顿了顿 她似想起了什么 忍笑道 我那丫头原也是 也是十根手指 棒吹似的 见屋里气氛融洽 明兰暗暗 松了口气 当初在长柏哥哥和盛老太太跟前 她仗着年纪小 可以杂娇卖乖 装傻冲愣 可这会儿 她总不好爬到郑大夫人身上 打滚装可爱吧 其实她不大会跟不熟的人套近乎 要是当年她败到正宣布的boss老爹门下 兴许就不一样了 老爹高徒 各个擅长身形默默式的蛇灿莲花 不但要说服你的脑袋 还要感动你的心灵 力求说不服你也要烦死你 集体偶像唐僧先生 又说了悔字话 明兰便要告辞了 小沈氏连忙起身 扬瞧了一下旁边的滴漏 道 哟 都这个时辰了 想来 那都该下学了吧 然后笑着直直看明兰 小沈氏幼年急丧双清 兄姐万般怜惜之下 便少有管束 自小自在惯了 可嫁入郑家之后 却得谨守复得 大门不迈 二门不出 正式的窝在将军府里 对着个肃穆的活颜王嫂子 一言一行都受管教 珍珍好生憋屈 明兰如何不知小沈氏的念头 她很想装傻 但实在挨不过 这火辣辣的期待目光 心中苦笑 却还一脸自然道 是啊 我原就打算从这出去后 便顺道去接两个孩子 小沈氏心中暗叫好 笑着转头道 嫂嫂 反正也没几步路 不如我也一道过去 把侄女领回来 郑大夫人淡然地 瞥了明兰和小沈氏一眼 低头吃茶 却不说话 小沈氏看看明兰 明兰低下头 两人正次坠坠 却听郑大夫人道 如此 你们便结伴去吧 小沈氏如蒙大赦 赶紧回自己屋 稍事整装后 便挽着明兰出了门 总算能出来吐口气 马车上 小沈氏频频将车帘掀起一条缝来张望 一脸喜不自胜的模样 在鼠边时 常听说京城繁华富庶 是天下第一等的好地方 可怜我来京这么久了 却不曾好好游玩过 瞧你说的可怜 难道你不曾出过门 小沈氏边边嘴 放下车帘转头道 不说去安庙里进香 就是到冠里打桥 再不然便是穿得跟祭祖似的去人家府里吃酒饮茶 了不起 也不过是到几家相熟的金玉古玩店里走走 这算什么又玩 那你又待如何 明兰歪着头挨着小熊龙 身子又发困发软了 小沈氏眸眸子一亮 朗然道 自是便走山川市井 看见人情世貌 猜知这天子脚下是何等光景的样貌呀 明兰笑了 狠给面子的把双手从暖笼上提起 轻轻给她鼓了两下掌 小沈氏恼羞 沉笑 你便笑我吧 明兰瞧她薄怒 便诉了玩笑 温言劝道 我不是笑你 你说的都对 只可惜咱们身为女儿身 如何能到处行走 我来京城比拟久 去的地方也只这几处了 只那一年春光极好 和府女眷去近边的望春山踏青 这才叫我建了一次外头的风光 这还是我那上了年纪的祖母起了游行 除了老祖宗 便是我家太太也不好念着游玩的 小沈氏轻得满心向往 过了会儿 我婆母哪里还走得动 至于我嫂子 她轻轻叹了口气 不再往下说 明兰心里 也是惆怅 谁不愿意四处走走呢 便玩笑道 那便只有一招了 你赶忙生下一群孩子来 有一窝算一窝 待你自己当了老祖宗 儿孙满堂之时 你想去哪儿便都能去了 小沈氏羞胀红了脸皮 扭起杏子 撑道 我拿你当个知心人 什么都与你说 你就来打去我 你这人好不厚荡 我不与你说了 明兰笑得厉害 在后世柔软的入殿上挪动 趴着小沈氏的肩背 柔声道 好姐姐 是我错了 你便饶了我吧 我再不敢了 又好话说了半箩筐 才将小沈氏红转回来 小沈氏戳着明兰的额头 笑骂道 你个讨债鬼 我只可怜你家侯爷 哪辈子不休 讨了你这么个要命的做媳妇 不是叫你吼晕了 便是叫你气死 两人年纪相仿 说着便嘻哈着扭作一团 过了会儿 小沈氏慢慢直起身子 悠悠道 这里虽好 可却忒多麻烦了 还不如数鞭子在呢 明兰挨着景容枕殿 静静望着她 过了片刻 小沈氏嘀嘀倒 我只舍不得兄长和姐姐 明兰依旧不说话 她忽想起了著名的代妃 一个悲剧任务 默默无名 无人问津时 想做王妃 居士瞩目 兼尊荣富贵时 又想要自由和爱情 天下哪那么多 两全其美的事呀 小沈氏既想享受京城的繁华富庶 又想自在不受约束 光上辈子积德显然不够 还得八字好的冒泡 吃得咸鱼抵得渴 你受下富贵尊荣 就得熬得住麻烦 郑家门里的事 也曾是京城权贵圈里的谈资 明兰略有耳闻 小沈氏俯过门那会儿 想着有皇后姐姐撑腰 也进宫抱怨告状过 盼望由皇家出面 杀杀长嫂的威风 她好过得舒坦些 为了郑大夫人比她狠 比她光棍 她才在姐姐那儿哭诉完 皇后都还没想好 怎么跟郑大夫人说 人家已经跪到郑老夫人面前 言道 妾身卑微 不足为审视长嫂 自请下堂归去 七老八十的郑老夫人 被吓得散了一半魂魄 十几年婆媳 情意非同一般 她对这掌媳素来满意的很 又兼她生儿育女 操持家务 何家何美 如何能弃 郑老夫人当即挺着 病弱不堪的身子 披挂上全副告命穿戴 去宫里请罪讨饶 一时间处处议论纷纷 说是议论 其实丝毫没有争议 舆议一边倒的倒向郑大夫人 她出身高德厚望的宿族世家 素有美名 先祖中有人享配太妙 忠烈祠里供着她家的祖叔伯父 全国的贞洁牌坊 叫她家占了一城 好可怕的家风啊 她自己更是京城出了名 端方正直的贤富 小沈氏进门没两天 就逼得这样一位贤良舒德的嫂子 在夫家待不下去 简直令人发指 沈家外戚的臀部都还没坐热 就敢这么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她是必为大祸 据盛宏老爹透露 朝中已有言官御史 写好弹河折子 磨刀祸祸 便要上本了 不光如此 连庆宁大掌公主为首的 皇族女卷甚为不悦 中敬侯正家 却多好的人家呀 又显贵又良善 怎么 我们公主郡主等天皇贵咒 且不敢轻武夫家轴礼 那个皇后妹子 倒先开张了 简直一个爆发户嘴脸 要学太平公主 也轮不上你呀 圣德太后和几位王妃 更是好一顿嘲笑不屑 记得当时 明兰也愤开了两句 倒是长百哥哥 但笑道 此不过 以沙威傍儿 皇上 倾客可解 后来明兰才明白 作为新进的后族外戚 文官清流 赵丽 是要恐吓镇压一二的 更何况 小沈氏还有个拙力打造 人校双全品牌商标的 皇帝姐夫呢 果不出长百哥哥所料 几位心腹辽臣 见机快 皇帝行事也快 照皇后谈了一番话 也不知是劝还是斥责 总之皇后立刻宣 郑家女眷进宫 抢在圣德太后发难之前 把自家妹子狠训了一顿 又指派了两位教养嬷嬷 去例行约束 最后还和颜悦色的 抚慰了郑家婆媳一番 赏了不少东西 这事儿才算了结 小沈氏最惨 不过是小小的告了个状 她自小常干 姐姐训完兄长训 兄长训完太后训 两个太后 发送回夫家后 公婆脸色难看是必然的 连丈夫都老大不痛快的 只连连向长兄赔罪 经此一役 小沈氏也老实了 说实在的 小沈氏学明澜的样子 也把脑袋挨在容垫上 轻叹道 我大嫂那人 虽不爱说笑 但为人实是极好的 她又不是傻的 看不出真心假意 判不出好人坏人 说到底 郑大夫人也没怎么苛待她 既没要她立规矩 也没挤堆或冷嘲热讽 不过是拦着不让小沈氏抛头露面 不叫她缠着小郑将军 去外头游玩 此外 还不时提点她 应酬礼节 不叫言行举止出错 免得外头闹笑话 比之一般豪门礼 或面和心不合 或勾心斗角 或冷眼看笑话的肘礼 强多了 废话 谁瞧不出来 别生在福中不知福 你嫂子心长多时 如今连皇后娘娘也老说我 叫我西福 这样好的人家 这样清白严正的门风 爷们都规规矩矩的 是我哪辈子修来的 叫我要听嫂子的话 不许胡闹呢 小婶氏的口气中 有一股大势已去的悲催 这也是郑大夫人高明之处 不论里头如何 在外头始终全力护着小婶氏 摆出我的弟媳妇 我们自家会管教 轮不到外人说三道四的架势 曾有人笑话小婶氏 礼数不周 香气的跟村姑般 她竟当场放下脸来 甩袖就走 日子长了 连皇后都心声敬重 长腰她进宫续化 这也是当初明兰 在一群人里挑了她 做突破口的缘由 真是一个聪明人 规格内果然卧虎藏龙 但是 明兰斟酌着语气 小心翼翼的发问 你说 要是当初 你嫂子真会下糖球去吗 这话实不该问 但她心里跟猫脑似的好奇死了 小婶氏白了明兰一眼 想了想 缓缓地点了点头 脸色艰难 我本也不信 如今进门快两年了 我龙眼瞧着 嫂子娘家家教便是轻生死 重礼法 她真性情却如此 赔上性命也有数 明兰向后痒了痒 小心肝啪啪地捂着心口 定真的人伤不起呀 早已有人前去中庆侯府别院通报 带到了门房 几个女孩连同丫鬟婆子 已等在那里 郑家小姑娘生得大方可爱 似是颇喜欢小沈氏 沈侄俩一见面 便高高兴兴牵上手 上自家马车 说是要先去口水阁 买新出炉的烤乳歌 再去紫云斋 瞧新来的灰轩玉板间 一奖赏小姑娘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瞧小沈氏起劲的样 想来在政府闷得着实厉害 对于这种 用小孩子做借口的行为 明兰在内心 森森地表示鄙视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第一百八十七集 两个孩子同明兰一辆马车 一路上唧唧喳喳的 说着课堂上的去事 闲姐儿不必说了 原本就是爱读书的 便是容姐儿也极有兴致 薛大家考教功课 并不单看读书一桩 容姐儿读书虽不成 但算学极好 旁人还在摸算盘珠子 他早能一气心算出来了 反正顺路 不如去瞧瞧吴姐姐吧 明兰叫他们俩说的有幸 呼起了这个念头 今儿冷暖正好 何况像他这样的懒鬼 出门一趟不容易 既出来了 就别浪费 车马停在一处 双花末期大门口 文家便在这 甜水胡同的中段 一处三尽有余的宽阔院子 你就这么空手来了 如兰一手扶着腰 穿一身水红色 百叠穿花 薄影薯皮长袄 头上挽着个 干净利落的园剂 却插着一枚 急醒目的大男猪赤金簪 他挺着硕大的肚子 开口就是这句话 明兰不经气洁 又有这种姐妹 实在是很折瘦 我这是临时起的意 哪有什么东西 你若不高兴 以后我只叫人送东西来 再不上门就是了 哪能哪能呢 如兰也只是口眉遮拦 并非心里真贪图东西 乐呵呵的请明兰坐下 你运气不错 我婆家那两个烦人的都出门了 你姐夫她姨母家有点事 这时一身妇人打扮的小喜鹊 正端着茶盘进门 听了这句话 忍不住道 我的大奶奶 你怎么又 四下转头 瞧也没外人 免得说惯了嘴 到时露出来 如兰对她 却是没法子 只好撅嘴的 得 这才是个醉醉烦人的 明兰笑咪咪的去看小喜鹊 温言道 你身子可好 若有不是的 别忍着藏着 尽管跟吴姐姐说 可是她千讨万求 把你们小两口要来的 小喜鹊放下茶盘 无嘴而笑 瞧您说的 是我舍不得我家姑娘 千万恳求要来才是 六姑娘还是这般爱打去 今儿老太太和二奶奶都出了门 夫人索性 和我们大奶奶 多说回子话吧 一边说着 一边利落地 指挥鱼贯而入的丫鬟们 摆放茶果碟子 两姊妹坐定 如兰挑眼一瞥 看明兰一身 四兰非绿的 宝石清格斯银鼠耳 这是玉刺的贡品 外头却是没有的 再看她变身宿景 也不见戴什么首饰 只系上携带一只 赤金掐丝 欠翠玉翘头的 转珠凤钗 那锤下的明珠 竟有拇指大 于侧额微晃 累累而动 一一生辉 自婚后 每回见这明兰 一身光鲜尊贵 如兰心里 总有些不舒服 可今是 她低头轻抚着 自己的肚子 略瞥了眼 一旁的绒姐儿 一进门 就有这么大一个 庶女处在跟前 也够刺眼的 这么一想 也不觉得 明兰的荣华富贵 有多诱人了 如兰心里好受多了 顿时善良慈爱起来 顺手抓了一大把糖果子 塞给绒姐儿和闲姐儿 叫丫鬟婆子 领他们出去玩了 不用自己生就能当鸟 是个什么滋味 如兰低声 眼中闪着不怀好意的光 这张臭嘴 明兰恨恨地攥紧了帕子 当即反击过去 一个冷静锋利的回答 吴姐姐有本事 并一辈子只给自己生的孩儿当娘 如兰不清语色 这个包票 她还真不敢打 她虽掳直 但并不天真 目前为止 最理想的生活展望是 和丈夫能恩爱个二十来年 待儿女成年 那时她忙着讨媳妇 嫁女儿 甚至含疑弄孙了 不妨弄两个老实本分的丫头 在房里 帮着服侍一二 明兰愉快地 瞧着如兰脸上 一阵青 一阵红 色彩精彩变化 她小时候 都不曾在口头上 吃过如兰的亏 何况如今 斗完了嘴 好歹问候一二 人家到底是孕妇 不好欺负得太厉害 明兰坐正了姿势 和蔼的微笑道 古姐姐进来身子可好 有没有什么 我能帮上忙的 如兰扶了扶 并变得青簪 又瞪了明兰一眼 才达到 大夫和几位嬷嬷 都说我怀想好 没什么要紧的 不过是贪吃爱睡 一日要吃五回 睁开眼就打瞌睡 不睁眼还觉着瞌睡 就跟吃了迷魂钥似的 不过现如今 这些都已好多了 还有 明兰笑呵呵的听着 不知为何 呼得心头一动 从文家出来 一时深时三刻 一行人 缓缓驶车回府 下了车 自幼妖女婆子 领两个孩子回去 明兰刚进屋 就见丹菊 在屋里急躁的走来走去 她一见明兰 就赶紧迎上来 颠三倒四倒 夫人 您总算回了 太夫人那儿 已经来请了三四回了 可您出门了 孤老太太来了 明兰满身疲惫 正打算往踏上瘫倒 谁 孤老太太 这真是忙碌的一日 小学作文的好题材 宣宁堂偏听大开 正中上坐两位贵气雍容的老妇人 一位是太夫人 另一位便是孤老侯爷的嫡妹 后嫁入士族杨家 给姑母请安 明兰缓缓扶身 轻声行礼 反正已迟了 索性好好梳洗一遍 换过一身新衣裳才来 杨姑老太太生了一张团团的圆脸 本应十分慈和的神色 此时却有些皮笑肉不笑的 二侄媳妇可是大盲人呀 我这都快走了你才回来 能见上一面可真不容易 明兰看了眼 坐在一旁的少使和朱使 恭敬地答道 回姑母的话 明兰今日是去郑老将军府 道谢见识之德的 两日前就跟太夫人嫂子 还有弟妹说过了的 明兰尾时不知姑母今日要来 否则定然不敢离府 杨姑老太太笑了笑 转头朝太夫人道 你这儿媳呀 真好伶俐的口齿 我只说了一句 她倒有十句八句等着我 真是不敢领教了 明兰笑而不答 说是诡辩 不说是默认 总之都是错 当初连她成婚都没来吃酒的人 估计也清静不到哪里去 既如此 她只说该说的 只答该答的 尽了礼数即可 其余的 她完全不往心里去 厅内的气氛低落下来 杨姑老太太挑剔的盯着明兰 明兰盯着自己的脚尖 默默数数 打算数到一百就自行就做 太夫人好整以侠的端着茶碗 一点打圆场的意思都没有 朱氏自然不会说话 倒是邵氏有些不忍心 看了眼上面的太夫人 又看了眼明兰 还是缓缓的站了起来 碧妹累了吧 快来坐 她一边拉明兰到身旁坐下 一边笑道 今日是有喜事上门了 咱们七妹妹的婚事定了 明兰舒坦地挨着椅背坐下 一脸惊喜撞道 哦 当真 这可真要恭喜太夫人了 是哪家这么有福气 能得了我们七妹妹去 是上了庆昌大长公主的韩驸马家 便是公主的三子 韩家 那驸马可是镇南侯老侯爷的狄三子 明兰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 是因为镇南侯府有一个和顾廷叶齐名的顽库 不过自从顾廷叶洗脚上岸后 韩家那位便在顽库界独步江湖了 夫妻闲聊时 顾廷叶常拿此人作例 玩笑着得意一番自己的浪子回头 太夫人放下茶碗 系上梅梢 矜持地开口了 这可多谢她姑母了 帮着牵线搭桥 虽说七丫头不走运 没等出阁 她父亲就过世了 可还有个记挂她的姑母 这福气也不散博了 杨姑老太太转头而笑 身上金褐色的锦团挂子 闪着光彩 七丫头 自是有福的 韩家这位三公子呀 年轻轻的就已是礼生了 因随着韩驸马在外 才耽搁了婚事 如今回了京 那上门说亲的人呀 都快挤破了门槛 我也就随口一提 七丫头才名在外 大的小的 都是一听就喜欢的 这才仰我来说 这可真是蛮好亲事了 都使她姑母惦记了 真不知如何答谢 太夫人轻捏地伸手去拉 杨姑老太太笑得得意 眼角的皱纹 即可站成一朵花了 那韩家公子自小爱文 七丫头也是宝读师书 又恰恰好碰上韩驸马回京 这不是天作之河吗 一时间 厅内众人 俱是连连恭喜道谢 其中太夫人 笑得尤其真心 明兰知道 她为何如此高兴 这门亲事的确不错 因庆安皇后之死 恭维大乱 行御四起 五皇帝膝下的公主们 多受了牵连 不是草草下架 就是郁郁而终 没几个有好下场 庆宁大长公主 是个幸运的例外 庆昌大长公主赐之 她的生母 顽固于庆安皇后之前 是已叫她躲过了 后来的血腥纷争 平静安宁地长大 然后由先帝兄长做主 下降了位相配的驸马 庆昌公主在宫廷 和皇室中人员不错 在先帝面前 也说得上话 重要的是 她的夫婿 虽不能习 镇南侯的爵位 但韩驸马为人勤恳 半时利落 很受先帝重用 这些年经营下来 驸马府早就 凡胜胜余 建成衰逝的镇南侯府了 家世显贵兴旺 父母有权有势 加上自己还读书上进 以后也不必再忌惮 继兄顾廷叶了 这婚事实在很可以了 难怪这俩老太 乐得跟朵花似的 有朱氏和少氏捧根凑去 太夫人和杨姑老太太 越说越高兴 冷不防撇见明澜 一脸神油 显然不够热情 杨姑老太太 心下不悦 呼出声道 二侄媳妇 宁兰不方被点名 连忙抬头 只见杨姑老太太 翘着冷笑的唇角 所谓男婚女嫁 生儿育女 乃人之大伦 以你这般 能嫁入咱们顾家 也是极有福气的了 可这禁门都快一年了 怎么肚子还不曾有动静啊 明澜大肆赴飞 你丫头 你旁边坐着的那位大姐 竟顾家们七八年都没生呢 那时你怎么不来人之大轮啊 杨姑老太太见明澜不说话 欲发兴头大声道 说来可怜 如今顾家掌房的孙辈里 竟只有贤哥一个男孩 真是人丁辽落的叫人伤心呢 这样吧 回头我送两个好生养的丫头与你 让叶哥收了房 也好帮你分担一二 如何 明澜心里如火烧 冷笑连连 虽然他有满腹的推托理由 但他并不打算距离反驳 对付这种荒谬的人 根本不用讲道理 耍赖最好 还可以拉大情势出来溜溜 正打算开口 呼闻门口一阵响亮的通传 侯爷来了 太夫人脸上的微笑立刻凝固 杨姑老太太一脸逗弄 猎物般的愉快神情也断了当 邵氏和猪氏互看一眼 立刻循着避迹规矩 双双站到左右屏风之后去 明澜缓缓站起 立在当中 一阵沉稳的脚步身后 不停夜虎步走来 他神情凝重威严 连身上的猪虹蟒袍都没缓 便直入内堂 他在厅中站定 一双幽深如墨的毛子喜怒不变 在两位长辈脸上转了下 太夫人和孤老太太便忍不住 齐齐在心里打了个秃 他利落的一抱拳 简单的寒暄行礼 便在一旁的太师椅上坐下 叶哥 这可是许久不见了 是才 杨姑老太太撑出笑容 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顾廷夜干脆道 是才在门口 我已听见姑母的话了 杨姑老太太一愣 保养适当的老脸上 干笑了下 顾廷夜又自顾道 廷夜这里先谢过姑母关怀了 不过 他笑了笑 嘴角的糊涂有些冷翘 送礼要何人心意才好 姑母可知 廷夜到底想要什么 杨姑老太太被这么一问 她还真不知道顾廷夜的用意 继续发愣 顾廷夜瞧着两个长辈 欲气欲发冷淡 笛子 廷夜如今想要的是笛子 不知姑母 是否能帮这个忙呢 听力气氛骤然发寒 杨姑老太太绷着脸 胸膛起伏剧烈 想来气得厉害 太夫人也脸色难看至极 白皙的手指紧钻着帕子 这一下情势倒转 顾廷夜冷漠地看着这两个老妇 母中讥讽 竟知道 姑母生于公卿世家 一嫁于公卿之家 想来不会不知道 与我们这种府地 敌数有无差别 有多大差别 当然有差别 明兰低着头站在一旁 心中狂笑不已 强力忍着 有绝之家的成席 虽是代代相继 但却是要报宗人府 请皇帝预批的 其中最易被挑刺的一项理由 就是若无笛子成席 酌情 或可改宗计之 或可夺绝 意思是若有笛子 那么成席是顺理成章 无话可说的 但若无笛子 却想以数字席诀 就得皇帝或宗人府 给面子了 换言之 如果顾廷叶没有嫡子 作为嫡出兄弟的顾廷尾 或其嫡子贤哥 有理由成席爵位 当势力强盛时 顾廷叶自不会让人轻易摆布 但倘若他身后 恰逢孤儿寡母无礼 又有居心者环伺 事情就麻烦了 姑母 是真不知道 还是有意为之 顾廷叶冷冷地盯着 杨姑老太太 一字一盯的狠立 敲钉入砖 聚聚紧逼 你什么意思 杨姑老太太 终于忍耐不住 获得战起 礼声质问 顾廷叶淡淡道 姑母心里清楚 从险恶一点的居心来说 倘若顾廷叶沉迷于美貌妾室 冷落了妻子 那么他送两个丫头来 非但不能解决儿女问题 犯会妨碍妮子的产生 十年前的富安侯府兄弟争决 官司阻打了三年 十八年前的昌星伯府被夺绝 甚至前年锦香侯受贬的影头 都是这敌数二字闹的 杨姑老太太气得浑身发抖 被噎得脸色发紫 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太夫人见此情形 怕她有个万一 自己女儿的轻视又得变卦 赶紧起身扶住她 笑着打圆场 好了好了 不过是弄左了 都是自家人 听误了也是有的 我成亲尚不足一年 姑母就这般行事 庭业不得不多想 顾庭业把狙击般的清准视线 投向太夫人 但笑道 若要旁人别误解 自己 要少做容易叫人误解的事 语音低沉 似是警告 太夫人心头发麻 直笑着道 真是的 你们姑子俩呀 叫我说什么好 真真是一个血脉出来的 都一个脾气 说话值得呀 也不晓得 人家听了会上火 得了得了 今儿是好日子 瞧在我的面上 都消消气 这便过去吧 一阵祸悉你之后 杨姑老太太 再也不愿意坐下去了 没说两句 便硬邦邦的起身告辞 太夫人一路跟了出去送客 顾庭业只在庭院外 意思意思 便拉着明栏回城园了 本集完 欢迎继继续收听 第一百八十八集 一回了屋子 顾庭业便火气勃发 烦躁地扯开林口 转眼瞧见明兰 依旧一副散漫痒 不由地骂道 你个没心眼的 知不知道我这姑母有多难缠 我一听她来了 紧忙赶过去 明兰温柔地替她宽衣松袍 笑呵呵道 你别急呀 我有法子的 什么法子 一个善度的名头 等着扣给你呢 别呀 干嘛硬顶呀 明兰眨着眼睛 调皮道 我就这么说 姑母好意 明兰敏感至深 自家人嘛 就要帮自家人 回头不丹妻妹妹呢 还有姑母家的表妹表侄女 明兰也定会好好帮的 看他们俩怎么说 你觉着 这有用 顾庭业无语 啾啾看着她 明兰双手一摊 无所谓的 没用也不打紧啊 真受了紧兰 只要侯爷肯 我就送去灵丁阁 跟凤仙姑娘作伴 有什么麻烦呢 这一次 顾庭业倒点头了 这还成 来而不往非离也 她要我送丫头 回头 我寻几个外头的 给她儿子 明兰见她不气了 便笑盈盈地 帮她换长服 有侯爷给我撑腰 几个姑母 我都不怕的 顾庭业失笑 负有叹息 她看着明兰 把小小人 拉到跟前 贴在怀里拥了会儿 然后按坐在榻上 低头对视着 沉声道 你别急 生儿育女 要看缘分 你这关好好 调理身子便是 明兰却没有 立刻回答 似有些为难 迟疑着道 其实 你放心 你放心 有我呢 老爷子都能护着那位近十年 我 能护你一辈子 不是了 其实 别说什么纳切的话 我不爱听 好爷你听我说呀 我可能 别疑神疑鬼的 你身子好得很 定能生许多孩儿 你让我说呀 明兰被堵得抑郁 一身手捂住她的嘴 大声道 我许是有声音了 然后 屋里陷入一片诡异的安静 男人眯着狭长的眼 表情空白 默默地 把明兰从头看到脚 又从脚看到头 来回看了三遍 脸上才有了神情 先是古怪的不知所措 然后渐渐转为狂喜 脑袋渐渐恢复机能 她单腿跪在明兰面前 双臂圈着她 声音微微发抖 你 再说一遍 我的心甘 再说一遍 明兰对着手指 不好意思 应该没错的 要不 再寻个太医瞧瞧 不过 张世纪大夫 好像就是太医院供值的 我已去过张家的医馆了 我的心甘 顾廷叶喉中 发出一声低吼 难以形容的喜悦 完全控制了她 她一把抄起明兰 牢牢抱在怀里 绕着原地 打起转来 顾廷叶身高体长 明兰被举得半天高 惊魂离散 只得死死抱着她的脖梗 细细的手指 就在她的衣领上 越过她的肩膀 便是离底几尺的地面 从高处往下看 地面上铺的厚绒地毯 几朵浓艳重彩的富贵牡丹 直在眼前晃悠悠的 她几乎要尖叫 却因惊恐过度 一时堵着嗓子 只干巴巴地挤出一句 快放我下来 男人浪声大笑 向量至极 直连屋外服饰的几个丫头 都耳骨膜发明 笑声中满是喜悦 心愚之意 绿枝几个均面面相去 眼底隐含大惊 足转了三四圈 顾婷叶才听得 明澜的轻呼 只见臂膀中的女孩 如小松鼠般精巨 眼睛睁得大大的 伸出细幼的爪指 撕撕扒着自己 她立决不好 当即轻斩剑壁 把胳膊上的女孩搂平了 小心翼翼地放在榻上 你身子可有不好 是才忘形了 你头晕不 想吃什么 是否睡会儿 快挡下快挡下 男人开始语无伦次 两手不停地 把靠垫一股脑 塞到明澜背后 差点把她 从侧躺的姿势 直接变成 仰卧起坐的最后动作 明澜先是被转得发晕 又被狠折腾了一番 不免口气不好 我好得很 头也不晕 想吃饭了 晚饭还没吃 睡什么 你塞了这么多垫子 怎么躺啊 顾廷也连忙起身 让明澜好好躺着 自己却不知 此刻该做什么 这双手腹背 不住地在屋里 走来走去绕圈子 足足绕了七八个圈子 她才醒过神来 以拳垂掌心 哦 对 赶紧 请太医 说着便起身 赶忙吩咐人 去取名帖 明澜抱着胖胖的软垫子 仰着脖子 望着高高的顶梁 上头七彩精致的金银雕汇 多子多福的石榴树旁 有许多象征福气的蝙蝠 貌似是一只呆呆的大蝙蝠 正趾高气扬地领着几只圆头圆脑的小蝙蝠 后头随着一只无可奈何的母蝙蝠 嗯 十分吉祥喜庆的一家 待太医来的时候 明澜刚刚用过碗饭 一顿饭下来食不知味 魂不守舍的顾某人 似乎还在云里 饭没吃几口 倒把左右吓得不轻 她时不时低头对碗蝶 无声而笑 看明澜一眼 喜不自胜 再看明澜一眼 忽悠眉头颈簇 须一间 神情变化的异常活跃 情状十分惊悚 明澜到十分淡定 自顾自的进食 大约因在外头跑了一下午 此刻胃口极好 还多添了两碗汤一碗饭 摸干净嘴角 敬手 竖口 太医就来了 来的太医姓卓 面孔白净方正 素为英国功夫所姓众 曾建给沈家 正是经验与经历俱佳的时候 顾廷夜黑着脸站在一边 瞧着不像老婆有孕 倒像老婆得绝症了 她原想把太医院院政张老太医请来 谁知经验恰好在宫内当职 她总不好去砸宫门 隔着帐围搭着帕子 卓太医为明兰枕脉片刻 立刻面露笑容 朝顾廷夜拱手道 恭喜侯爷 贺喜侯爷 夫人有喜了 已近两个月 顾廷夜略意抬手 沉声道谢 有劳先生了 他那短命讨债的大哥 是六月挂掉 紧接着是不情愿的守孝 三个月纯洁的夫妻生活 如今正是冬月中旬 很好很好 果是天有人和 她面上淡然 心里却着实高兴 待卓太医枕臂 又请她去书房 足足问了一盏茶的话 直问的卓太医快失笑了 才放人走 并封了一份厚厚的枕巾 这晚顾廷夜 没去外书房议室 早早洗漱后便上榻 她的言辞 素以锋利渐长 拱鸡争吵是把好手 却不善劝服 此刻也不知说什么好 这井井拥着明兰 温热的男性气息 如湿地喷在井后 背后贴着她厚实的胸膛 一只大手无意识地 附在自己的小腹上 虽然人默默无语 明兰却能感受到 她心中的喜悦 这种安详美好的气氛中 明兰睡意渐浓 半睡半醒间 却听背后一阵叹息 似有浓浓化不开的情绪 她心中大骑 扭转身子 面对着她 做什么叹气啊 夜深漏重 屋中静默如水 过了半晌 顾廷叶才嘀嘀道 互相解了唱歌 昏暗中 明兰陡然睁开眼睛 快入睡的脑袋 急速清醒 天知道 这个话题 她已经好奇了多久 偏顾廷叶始终讳莫如深 她也只好忍着不谈 没想到 今晚她自己说了 爽脚这孩子 到我身边许多日子了 她虽从不提起 但我晓得 她心里也是惦记的 说起来 唱歌母子如今怎样了 她柔声轻吻 心里猫爪脑似的 又是一阵漫长的沉默 顾廷叶微微躺平了身子 才到 衣食不愁 在庄子里平安度日 如此罢了 侯爷 是不是毁了 明兰愈发贴近她的胸膛 深寒的夜里 温暖坚实的身躯 何其令人眷恋 不毁 两个字的回答 出乎意料的平静 顾廷叶展开胳膊 让明兰枕在旗上 我一十六岁结识曼娘 几近十年有余 她是什么人 我太清楚了 顿了顿 暗中一声轻痴 她似是苦笑了下 她虽为女流之辈 却比寻常男子都强 她若要诚一件事 自是事半功倍 但若要坏一件事 却也是防不胜防 我不能叫你 叫我们的孩儿 叫以后的日子 都冒这个风险 这一次轮到明兰沉默了 过了会儿 她才倾倒 这是我第二回听你夸她 她 就这么能呢 一只大手温柔地 抚在她的脸上 带着老简的虎口 略粗糙 轻微的刺杀感 在柔嫩的肌肤上 有些麻麻的感觉 在这清冷的夜里 顾廷叶的声音 格外淡漠 她胆识过人 素有极致 能忍人所不能忍 想办出什么样子 就能叫旁人深信不疑 便是曹邦的兄弟 也对她夸不绝口 伴我近十年 几乎位楼破阵 若非我有心探查 怕至今不值她的为人 明兰心里 如打翻了个油盐铺子 五味杂陈 只能闷闷到 树叶有专攻吗 演绎专业的高材生 当然有两把刷子了 顾廷叶听出 她口气中的抑郁 呵呵笑了起来 弯臂把它紧紧搂住 揉来揉去 好一阵揉搓 轻逆倒 你个傻丫头 明兰叫她揉压的 脸颊变形 话都说不清楚了 忙举手去隔 却力气不够 无法成功 并伸手去她腰间 喝痒痒 顾廷叶忍不住发笑 忙一巴掌拍下去 把个不老实的胖爪子 给按住了 两人笑闹了好一会儿 才停住 护佣着静静躺了会儿 顾廷叶望着暗沉沉的 床顶帐幕 映着窗纸透来的微光 微微晃动 飘荡如三月春江里的水文 她护议起那年 初出见她 那日刚下了戏 不知谁起的哄 一众紧衣华服的轻狂公子 便搓拥着往后台去 要去寻当时 正红的小蛋春雪玉 瞧瞧她卸装后 是个什么销魂模样 然后她遇到了曼娘 十来岁的秀丽女孩 在庭院角落等候兄长 一身粗布旧缕 不失脂粉 套着宽大的水袖 自顾自挽着 婉转起舞 轻声缓唱 妾身如蒲草 垂江蒲随水流 浮游无根 望君 万万连枝 悠扬回味 此情此景 引得一众贵胄少年 巨事驻足足 多看了几眼 有几个出言轻调 她忍不住障眼解围 催众人赶紧 免得春雪玉 叫旁人截足先登 先行请了去 那帮迷晕了戏的公子哥们 果然发急 忙着往里赶 片刻间 人群散去 那女孩抬头声望她 眼中竟是感激 四目相对间 直羞的她 面上飞红一片 低着头 一句话也不敢说 她不免兴生好感 女孩其实并不美甚 比之继目 新给她的两个俏丫头 颇有不如 却独有一份 天然羞涩之态 清新的宛如江边垂柳 柔枝楚楚 她并非细迷 但那句唱词 却叫她深深记住 许多年后她才想到 其实漫娘一开始就说明白了她 她却如蒲草 看似柔弱 实则坚韧 百折不挠 她样样了得 偏心术不正 做起事来全无顾忌 我该对她说的都说了 能给她的 也都给了 只是 唱歌 顾廷夜 顾廷夜黯然道 明兰静静听着 忽觉 心头一阵发虚 不把唱歌接了 是 飞着我吗 不是 你别往自己身上来 深半娘自己不肯 顾廷夜 搂紧她 轻浮味道 她口口声声 不愿嫁人 求我给她留个依靠 说到底 她还是心肠不够硬 这真是个经典的选择题 富有的富足 向贫寒的灰姑娘出条件 只要孩子 不要母亲 如果放弃孩子 那么孩子 能享受荣华富贵 光明的人生 如果留下孩子 那就只能和母亲 一道哀穷 狗血一点的电视剧 最喜欢 让一对兄弟或姐妹 去走迥异的道路 酿造诸多泪点 多年后 普天同窟 既定下了 便不会再变 顾廷夜 语气平静 斩钉截铁 我也并非 撂开手不管 我会护她周全 会着人教养 但不能入族谱 顾家 也没这个子孙 话说到这里 明兰忍不住 从她怀里抬头 可惜屋里暗得很 看不出 她脸上的表情 只好又躺下了 她到底 还是留了一手 世上有几个 无视自通的天才 哪怕是京士 如莫扎特之流 也大多 自小长于 音乐世家 就算没有特别教育 也是耳濡目染 试试让莫扎特 生于世代 杀猪人家看看 天天见的 都是血肉横飞 长大了 怕也觉得砧板 比五线谱亲切的多吧 便是顾廷叶自己 也是老侯爷 东下不改的 一拳一脚 一刀一剑 日日年年 交出来的 长哥儿 长于乡野 左右都是农夫 小贩的孩子 没有得力的师傅 打基础 没有出色的先生 点拨 只教他些 寻常的经济学问 长大后 多半成为一个幸福富裕的小地主 如果他妈不天天灌输仇恨的话 这是个阶级分明的社会 最好的教育资源都是固定的 为着盛世 非大族世家 盛红费了多少力气 才能请到庄先生来家里开赎 问问庄老 愿不愿意去乡下交个细子的 非婚生子 哪怕顾廷叶亲自出马 长哥儿再精彩绝艳的 惨绝人寰 都难保人家会大怒的拂袖而去 并认为 你是在故意羞辱读书人 明兰总算明白 顾廷叶为什么叹气了 他是在内疚 为了敌出子女永无后患 他提早一步去除威胁 从族谱上 树长子的名头 到昌哥儿可能有的发展 全部除掉 大手附在小腹上 炽热滚烫的体温 透过衣料 渗透肌肤 明兰呼绝 腹中这个小鬼挺有福气的 愿在来到这个世上之前 父亲便已不自觉地 替他打算起来了 我曾设想过 倘若昌哥儿 与你生的孩儿有争 我定是要护着他的 绝不叫任何人激悟他 如今想来 老爷子 他 静谧的暗夜中 顾廷叶的声音 竟微微发发颤 幼时他曾听到过 嬷嬷们闲聊时说 侯爷着实太偏心 如何处处 偏着大少爷云云 如今事到临头 没想到 他也是一样 细想起来 他甚至还不如父亲 至少父亲 仔细教养了他 人性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第189集 废话 人心当然是偏的 有几个人心脏 长在正当中的 明兰心头剧烈跳动 他敏锐地察觉到 顾廷叶语气里的愧意 现在 他对嫡妻嫡子的 爱护之情占上风 将来 却未可知 有些事情当时不说 过后 就会成为萌芽的恶果 想到此处 他当即道 侯爷 你可是觉着 你幼年之时 和长根有些相似 顾廷叶愣了下 恶然道 这怎会一样 他是合法合理的 嫡子好不好 另一个 则连名正言顺的 数字都算不上 明兰急追一步 语气温存柔和 故意带着些 戏谑的笑意 那 侯爷 可是觉着 曼娘与婆母的 遭遇有些相似 顾廷叶语气急促的 便如跳起来一般 瞬间 做出反应 曼娘和母亲 怎可相提并论 白氏本来就出身富豪 锦衣玉食 带着救命银子 加入顾门 属于对夫家 做出巨大贡献 却受到不平等待遇的 而曼娘 别的且不说 数次累得他老夫气倒 全家不宁 司机此处 顾廷叶忍不住 用力掐了明兰一把 半笑半教训道 你胡言乱语什么 带孩儿出来后 看我不收拾 语气明快 再无适才的 怅然之意 明兰要的 就是这个效果 她呵呵笑得可爱 很老实地道歉 并保证 再也不敢了 说了好一通话 两人才心神舒畅地 睡去了 入睡前 明兰忽然一阵苦笑 回头浪子 顾某人大做情感剖白 感人至深 可惜遇上了 她这个世俗的小市民 只想着 如何为自己的孩子 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 不到天亮 宁愿侯府上下 拒之昨夜太医来过了 有身孕了 太夫人刚起身 正坐在罗汉床上用早饭 文言割下筷子 拿帕子斯文地擦拭嘴角 这可真是巧了 昨日她姑姑才说了两句 即刻便有孕了 莫不是话赶话的吧 还是叫太医好好瞧瞧 别为着赌气 说是确诊无误的 已有两个月了 一道用饭的哨事 小心地陪笑 太夫人轻轻吹着 碗中的燕窝 声调轻柔 那便是真的了 说来伤心 她既早知道了 又何必瞒着大伙 怕什么不成 若昨日就说了 也好叫她姑姑高兴高兴 说是昨夜刚知道的 太夫人轻轻轻轻 不再说了 不再说话 二嫂不便出面 三嫂又显怀的厉害 本指望你二嫂替你张罗婚事 如今你还敢退三阻四 太夫人骂道 顾廷灿 对着母亲撒娇 娘 您先别说我呀 二嫂如今 还能替我操持吗 自是不能了 明兰笑盈盈地 侧躺在炕床上 慵懒地慢慢起身 规矩地坐好 太夫人心中有气 她也知让孕妇操持不妥 但乍听明兰推脱的 这般顺柳 却也不愿 你妹子也是 好容易寻找门好亲事 却无人帮忙 唉 我有三个儿媳妇 要紧时候 却一个也指望不上 少氏低头不说话 此刻朱氏没来 她就成了坠子 怎么会无人帮忙 您别急呀 明兰故作惊讶 微笑道 媳妇早想过了 咱们不是还有几位嫂子吗 旁人不说 宣大嫂子 便是头一个热心的 但凡您吩咐一声 四叔父和五叔父两家 哪个不来帮忙 怕是到时候 抢着要来呢 这个 到底是分了家的 分了家 那也是一家人呀 宣大嫂子做事周全 您是知道的 到时候 前头有宣大嫂子张罗 后头 有我和几位嫂子们 陪着客人说话 再用您老坐镇 还有什么办不好的 脚外头看了 既说咱们三房和睦依旧 还得了热闹 岂不好 太夫人细细一想 果然如此 她是聪明人 只需对极有力 从不做义气之争 当下便笑着答应了 屋内又是一片和气 少事只能低头暗叹 她是个顿人 既看不明白太夫人的底细 也看不清明蓝的深浅 顾婷玉过世至今 太夫人只字不提管家和家财之事 顾婷叶夫妇是做小辈的 不好主动提起 如今顾婷灿出嫁在即 还不知 哎 却不见顾婷叶夫妇有半分着急的 随着报信的人回来 最先来道喜的便是明蓝的娘家 她原以为不过送份礼来 顶多王室过来看看 提点两句好好养胎 算是尽了嫡母的本分 谁知 不过下半日 祖母 明蓝轻饿地看着眼前这位 端庄诉讼的高贵老妇 忙不迭地要从炕床上翻下来 您怎么来了 您都这么大年纪了 别动别动 圣老太太见明蓝敏捷地伸手 险些吓出一头汗来 忙大喊道 你给我好好躺着 别动得太快太急 丹菊连忙上前按住明蓝 小桃则很机灵地 拖了张太师以来放到炕边 让房妈妈扶着老太太 坐到明蓝身旁 王室只好委屈地坐在后头了 你个胡孙 没见过我呀 阎罗殿要收我 且还早呢 圣老太太一坐定 便忍不住骂起来 头三个月最要紧 动什么动 仔细我捶你 明蓝乐得眉开眼笑 小猴子一般扭着身子 蹭蹭挨到老太太身上 娇声道 这许久没见我 祖母可是想我的紧吧 寻这个油头便来瞧我了 圣老太太摟着小孙女 一边撑骂 一边拍打她的肩 自己都是要做娘的人了 还这般没提头 直起身来 好好坐着 像什么样 没你个胡孙在跟前 我反倒顺当了 约能多活几年 偏明蓝是个牛皮糖投胎的 从不知怕她 本就想念祖母 好容易见了 年得愈发极了 还满口胡说八道什么 敲作目人也瘦了 皱纹也多了 定是想她想的 一日不见如隔三丘 想似催人老云云 闹得她又好气又好笑 恨不能拖过来打一顿 又恨不能跟小时候似的清凉下 祖孙俩自顾自的笑闹 只说的一旁的王室被冷落得脸色发青 才正经地说上话 该注意的事项 你怕比我还清楚 总之 这些日子要当心 吃的 穿的 甚至熏香炉 银丝炭 还有园子里的花草 你都要注意 尤其身边的人 这个时候宁可冤枉了 也不可放过 若怕伤了人和 便先把人压到庄子里 回头再查清发落不迟 祖母 我醒的了 不知第几便这么说了 老太太不断叮嘱 明兰为着叫她放心 只好不断重复这句话 老太太阴阴阻咐 又转头对崔妈妈道 一时汤药上 半世半老了的 旁的人我也不浅了 这孩子 我只托付给你了 崔妈妈忙扶身道 老太太的话我记下了 夫人自小就是我服侍的 我拿命说一句 便是天塌下来 我也要护夫人和小主子周全 老太太满意的点点头 明兰心里感动 但也被啰嗦的耳朵发麻 忙见机岔开话题 旋根怎么没来 不知可还记得我这姑姑吗 王氏总算逮着机会说话 忙道 这孩子近来疲得很 怕吵着你便没带来 那会点呢 可好 提起小僧女 王氏也是满脸笑容 要说这小丫头啊 比她哥哥强十倍 不哭不闹 又乖巧又欲贴 见人就会笑 你爹和老太太呀 都喜欢的什么似的 那比大姐姐和吴姐姐如何 明兰故意打趣道 王氏白了她一眼 大声道 若比他们 那就强出百倍了 明兰笑得欢快 直指王氏俏皮道 祖母 你听你听 太太见一丝切 休了孙女就忘了闺女了 回头 我告大姐姐和吴姐姐去 你可得与我作证 太太如今变心了 不疼他们了 屋里众人意气喷燃 丫鬟婆子们侧脸偷笑 老太太用力搂着明兰 嘴里笑骂着 狐孙狐孙 王氏笑得满脸通红 直拿帕子五颜角 适才的些微不悦 也散了去 旁的没什么 就是风哥的婚事 一定在开年春 你是没法来了 回头叫你姑爷来吃酒便是 老太太慈爱地望着明兰 明兰笑着点头 王氏想起一事也道 你大姐姐本来想的 这阵子却叫事给办住了 说是带空了便亲自来瞧你 大姐姐若忙就别来了 此家姐妹不必夺理的 明兰担心华兰不好出门 免得她又和那极品的婆母打交道 不妨是的 她说可来的 她如今 觉着自己是过来人了 大约紧着来提点你 好显摆一番能耐吧 众人又是一阵笑 没有人提起莫兰 孕妇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头三个月坐胎期间 连散步等运动都不好多做 只需吃吃睡睡 过着猪一样的生活 其实根本不需要考虑 完全依赖本能 如今的明兰跟一头小猪 没什么区别 吃完了就发困 睡醒了就觉着饿 见了人就半清不醒的哼哼两声 此外 还翻着花样想吃的 一会儿甜一会儿咸 一会儿辣一会儿淡 有时连清水都学着有气味 有时又闻不得饭味 此时便显出 乾顽固子弟 顾廷叶的能耐了 只有明兰想不出 没有她弄不到的吃食 什么脊脚嘎啦 隐没示警的摊贩酒楼私家菜 穿干灰褶 各家菜系 她随口指点路径 须语可得 坐在对面 瞥一眼奋力吃喝的明兰 再瞄一眼 她尚且平平的小腹 开始走神 无限美妙幻想 她心里就跟揣了罐蜜糖般 如此过了三五日 明兰依旧幸福如猪头 那边香 却出了事 小桃十分兴奋地跑来报信 杨家姑老太太来了 明兰奄奄地浮在炕上 没好气道 什么大事也值得你这般 去说一声 我身子不适就不去情安了 不是的夫人 小桃脸蛋红扑扑 大冷天额头上居然冒着热汗 姑老太太谁都没叫 只关起门来和太夫人说话 好似在跟太夫人发脾气呢 你到底给亭菜 备了多少嫁妆 杨姑老太太如烽火轮一般赶来 风度尽失 拍着抗击质问 太夫人心头不喜 但还是摆出笑脸 哟 你这做姑姑 这就过问起侄女的嫁妆来了 放心 定叫公主与驸马满意 叫你长脸 不敢说十里红妆 却也是京城里数得上的 你胡周神吗 杨姑老太太擦着额头上的汗 是冷汗 你嫁尽了几十年了 顾家嫁女的惯例你是知道的 你这回给灿儿背的嫁妆 可是超出许多了 太夫人垂下眼瞼 慢慢抬手去拿茶碗 不说话 杨姑老太太气急败坏道 我不是来给自己报冤的 也不是来算后账的 你要给灿儿背多少嫁妆 是你的事儿 可你为何迟迟不将家产交付于亭业夫妇 太夫人嘴角一歪 讽刺地笑道 怎么 他们终于忍不住了 到外头嚷嚷去了 还真到他们不谢这点子家业呢 朕日宣赫的 不可一世 杨姑老太太见她这副样子 深深吸一口气 抚平气息道 我不是与你说笑的 这事儿若没办好 停灿的婚事儿 怕也是要黄的 太夫人急了 当即撑着桌子取来 什么 这是从何说起啊 就从今早 我去驸马府讨要庚铁说起 太夫人微微颤颤地坐下 一脸不明所以 杨姑老太太顺平了气 缓缓道 前几日 驸马府来人说庚铁的事儿 我特意缓了几日 也让灿儿摆摆架子 至今日 我才和皇家世子夫人 移到去驸马府 原想着 先拿了韩家三公子的羹铁 再来换灿儿的 谁吃 出了好大一个眉头 怎么 韩家变卦了 太夫人惊惧交加 身儿都打着颤 也不是 杨姑老太太 想起今早在公主面前的窘迫 直气得牙痒痒 说起来 庆昌公主 也气得够呛 昨日宫里设宴 皇家贵眷们都去了 没开席前 贵眷们便聚着吃茶 说笑 也不知谁提了句 韩顾两家正在一亲 大伙便你一句我一句的 道贺起来 还有夸灿景才气高 庆昌公主啊 虽未说什么 但心里也是高兴的 本来好好的 谁知 谁知 你倒是快说呀 太夫人发急 杨姑老太太怒道 谁知林乡 大壮公主 呼说起了嫁妆之事 说顾都督 承袭爵位 已半年有余 连顾家族产的边 都没碰到 至于 何家管制 还有 功臣田 福禄田 更是牢牢 把在你太夫人手里 宁远侯夫妇 图做了个空头爵位 你也知道 这林乡公主 和庆昌公主 素来不和的 同事述出 庆宁大长公主 好歹是养在 静安皇后跟前的 多少占了些名分 林乡公主的生母 位居宝林 末了 却不如宫人所出的 庆昌公主风光 是以这姐妹俩 自小爱别苗头 太夫人 紧紧攥着茶碗 深得几乎欠尽掌心 杨姑老太太继续道 总算 你人缘不错 席面上也有人 替你说话 说你也是不放心 他们夫妻年纪轻 打算交代清楚 才好托付呢 谁知有人当面 就吃笑起来 说 若是亲娘不放心 儿子儿媳 还情有可原 你一个后娘 把这家产不放 算怎么回事 也不怕瓜田里下 杨姑老太太说得气急 喝了口茶 润润嗓子 啊 这时 庆昌公主还好 只淡淡说 你即刻便会交托的 旁的外人 有什么好议论的 不想 那林乡公主 又讥讽了一句 莫不是 要等嫁出女儿后 再交付 这感情好 有这样体贴的亲家 姐姐 您可是大有福气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 谁听不出来 庆昌公主气得 当时就想砸茶碗了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第一百九十集 太夫人气得全身发抖 嘴唇颤得厉害 却发不出声音来 这也罢了 林乡公主那张嘴 大伙都知道的 最是厉害不饶人 说话也没个把门的 也没几人当回事 可待到开了席啊 庆宁公主 陪着两宫太后 和皇后来了 阎姑老太太 艰难地咽下唾沫 皇后啊 随口问了句 是才说什么 这么热闹呢 林乡公主 忙把这事说了 为怕局面不好看 几位长公主 郡主 还有王妃郡王妃们 都笑着帮忙来圆场 两宫太后取笑了几句 本来事情也过去了 可是 庆宁大长公主 玩笑般说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怪到妹妹 能与镇南侯夫人 成轴厉呢 庆长公主 强忍着 才没晕厥过去 太夫人半边冰凉 再无话可说 镇南侯业 宿外豪阔 不善经营 侯府内南空虚 侯夫人 颇烂蛮横 颇有手腕 索性打起 儿媳嫁妆的主意 前后取经三房儿媳 俱士带着 万贯家财进门的 自然的 那门风 就不怎么高明了 庆长公主 速来厌恶 长嫂这种 势快俗气的行径 恨不能 井水河水化得 清清楚楚才好 如今却被相提并论 她自是气得 非同小可 这番话说完 姑嫂俩 久久无语 好半上 太夫人才恨声道 自来 嫁女儿 多赔些嫁妆 是常理 她们竟 竟这般气人 杨姑老太太 大约是气过头了 反而镇定下来 老嫂子 您别糊弄人了 按照顾家嫁女的 惯例分子 再添上你的嫁妆 也很了不得了 您原有多少嫁妆 我多少钱也知道 您要后嫁女儿 成 从你自己那儿出 别拿顾家的祖产呀 看儿是老侯爷 唯一的嫁女 后嫁些怎么了 就是赔些祖产又如何 前几年 宣门侯嫁女儿时 几乎出了一半的家产 更别说那年 平宁郡主出嫁 襄阳侯 赔嫁了多少 太夫人执拗起性子来 杨姑老太太也有些气了 大声道 我的确不是老太公 唯一的嫁女 只知道 要赔祖产也成 那得当家人自己发话 如今顾家门里 你是当家人吗 二小子停业才是 你不经当家侯爷同意 便私自把顾家祖产 做了赔嫁 算哪门子道理 以后人前人后疯传 后娘把持家产 把祖业半空了 给女儿做嫁妆 你半辈子的脸面 还要不要 你闺女的名声 还要不要 好吧 要当家人发话 外头人怎知老猴 也没发过话 太夫人如困兽般 不肯屈服 杨姑老太太 冷笑道 我那老哥哥 发没发过话 我是不知 不过 亭玉临终前 把族人叫齐后 出具的两份卷宗 我却是知道的 不单家里人知道 外头人知道的也不少 好端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 做什么临终前 还不能安心 非要折腾这老石子 你当外人没脑子 不会想的吗 还能为什么 不就是怕弟弟不知家产详情 被继母撕吞了去 争执了好几句 两人就是疲惫 又是半上无话 杨姑老太太 常常叹气道 唉 我也是有闺女的人 你想后嫁女儿的心思 我还不知道 可好人家 是要名胜的 公主能如此 正说明她磊落 韩驸马家 时事门好亲事 可你若执意如此 那公主府这门亲 我可不敢张罗了 你另请高明吧 太夫人心思 百转千回 一下尾顿在椅中 忍不住哭道 我苦命的孩子 眼看着父兄指望不上 原想多给他些帮身的 却没想 又叫人算计了去 杨姑老太太挥挥手 满是倦意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反正这耕帖 我一时是拿不来了 不过要快 这一过了年 灿尔的年纪可就 唉 孰轻孰重 你自己思量吧 一把岁数的人 上半日受人奚落 下半日跟人争执 杨姑老太太 也是疲倦得很 懒得在说什么 又喝了半盏茶 便告辞了 自家府邸 熟门熟路 很顺脚的迅速往外走去 这件事越想越头痛 一路上连话他也懒得说 踩着画木雕的双板小矮凳 撑着门房婆子的胳膊 赶紧上了马车 堪堪在车口坐定 刚要往里挪动老麦的身子 猛见得车厢里头已有一人 黑冲冲的身影 端坐在车里正坐上 他差点下出毛病来 细细往里一瞧 惊呼道 怎么是你 外头传来车夫扬边吆喝之声 随即车轮碌碌起行 半昏半暗的车内 紧连阳洞间 外头的亮光散落几次在内 较里头亮起些许 坐在那边的人 不是顾廷叶又是谁 车中出奇的静 他身形微轻 缓缓道 姑母 多日不见了 杨姑老太太做梦也想不到 她会出现在此处 大惊之下 将坐在原地 愣了片刻 才尖声质问道 你在此坐身 顾廷叶并不就此作答 却悠悠然地另坐他眼 当年薛门侯嫁女 可谓惊师盛况 平宁郡主出阁 襄阳侯更是随嫁无数 太夫人厌慕也是难免 杨姑老太太的眼皮猛然一跳 直看顾廷叶 他从太夫人处出来 尚不足半盏茶功夫呢 他沉声道 好灵通的耳目 今时果非往日了 顾廷叶似丝毫不以为意 微笑道 约十几年前 宣门侯奉旨 镇守西北严同州 不料受了西戎重兵突袭 石城中指几千残兵 救援不及 眼看城破之时 宣门侯父子四人就要殉城 临城大族瑞士得了信 致是在家的瑞老督军耿直 当即遣了族中子弟 及家丁府兵来救 终称道援军道解围 宣门侯一家得宝 可怜瑞老尚书 满堂而孙 只剩一数出幼子 说完这些 他便不再继续 只定定地看着杨姑老太太 墓中似有清朝 杨姑老太太胸中气愤上涌 却又不便发脾气 当年之事 他如何不知 所以是才与太夫人那般口气 顾廷叶对这副表情十分满意 这才慢悠悠地道 后宣门侯回京 便将嫡出幼女 嫁于瑞家小公子 半数上的家产尽数做了陪嫁 不知韩驸马家 于故事 是否也有如此 深恩厚德 杨姑老太太脸色都发黑了 牙齿发出轻微的切割声 依旧不作声 做非暴力不抵抗状 至于平宁郡主出阁 当时侄子年纪还小 只记得这门亲事 还是杨家老太君亲自做的宝媒 姑母也带几位表兄弟去吃过酒的 难道不知其中甘心 杨姑老太太依旧用沉默对抗 拒绝交流 顾廷叶渐渐脸去微笑 肃然冷声道 姑母倒是改了性子 这般心平气和 想来 太夫人定是下足了功夫的 杨姑老太太本就性烈 忍耐不住地高声道 你不用激我 我这把年纪了 连崇孙子都快有了 不怕你攀三乌四 你只说 你到底要如何 不要如何 不过要顾母一句话 顾廷叶语气淡然 便如无形的手掌 按压着对方 引然威势 杨姑老太太忍了又忍 重重呼吸几次才到 没错 这事是他做得不地道 我已说过他了 倘若他不改 这门亲事 我是断不会插手的 如何 你可满意了 这话说得又气又急 便如连珠炮似的 顾廷叶唇角露出一抹淡笑 杨姑老太太难耐气愤 皱折的眼角抛出目光 瞥了他一眼 又道 这事虽不对 可也情有可原 谁叫灿丫头少个医障 有能耐的兄长指望不上 他娘能不忧心吗 他一辈子人善厚道过来了 林了 不过做错了这一件事 你犯得着这般不依不饶吗 顾廷叶面露轻蔑 冷哼道 顾家上百年都没动过的功臣田 他说送就送了 这种仁爱厚德 还不如不要 一字一句 一字一句便如立刃 杨姑老太太毫不认输 怪腔调的出生鸡巢 不错 我差点忘了 还是全靠了你娘 顾家祖产才保了下来 不用你来提醒 顾家老少都念着这恩德 不敢忘呢 是意 顾家如此暴答 顾廷叶的目光冷彻似兵 笑话 你顽劣不逊 难不成也是顾家的过错 成日外头胡闹 你老子难道没骂过没教过 自己烂泥扶不上墙 却来怪旁人 这番话若是早些年说 顾廷叶定然大怒 然此时 他早叫江湖风霜打磨的皮糙肉后 并不以为意 只冷冰冰的鸡巢回去 我做的是我从不抵赖 可顾家 只我依然如此 老爷子蒙在鼓里 不知道姑母在外头 也不知道吗 顾只俩性子有几分相似 一句敬着一句 针锋相对 谁也不让谁 杨姑老太太 叫最后一句噎住了 京中繁华 各种玩乐花样极多 权贵子弟或多或少有些陋习 不过待成年娶妻后 或能好些 或学会了怎么遮掩 收拾自己的烂摊子 顾廷叶摊财 既于富贵显赫 顾廷要好色 小媳妇姚姐从来婚俗不济 二人何尝不曾在外惹过祸事 即使人命官司 这些种种都叫太夫人帮着摆平满住了 故儿四五两房对他感激不尽 偏到了顾廷叶这里 与延商结亲家 叫姑母 在杨家丢人了 顾廷叶缓下肩头 斜靠着车臂 不虚不及地半吵半笑 杨姑老太太一时无语 往事漠然涌上心头 那时他连生了两个女儿 眼看树长子一日日大了 婆母厉害 几个轴礼又都不省事 他身为长媳有万般难处 偏偏娘家长兄又娶了这么个不登对的夫人 夫家明里暗里多少嘀咕嘲讽 便是吃饭淡了些都会叫人打去 大嫂当家也太节俭了 不如跟你娘家嫂子家要些言回来 然后狠狠笑上一顿 他素来心高气傲 不愿解释 只能强忍着陪笑脸 他晓得大哥为难 情势大嫂可怜 娘家父母也是无奈之举 便一腔无处宣泄的怨愤 都扑向了白氏 自然也言及了顾廷叶 他猴头咕咚几下 想说些什么 却未能成言 一抬头见暗光浮动 透进车内的光 已非清白明亮 而是一片昏黄泛红的落日余晖 对面端坐的人宽额挺鼻 竟与记忆中那张老麦锤子的面容 惊人的相似 大哥 你爹过世前 一直惦记着你 他忽然开口 眼神异常暗淡 仿佛顷刻间垂垂衰老许多 话音低雅发色 后来 大哥已不认得人了 只不断叫人去寻你回来 别在外头风餐露宿 怕你吃苦受罪 可惜 虽是如今早就知道的 再次听到这些 顾挺夜依旧心头揪紧 一阵窒息般发闷 今日既说到这里 索性把话说开了 从一开始 我就认定你娘不配做顾氏宗妇 加之后来你的所作所为 愈发觉着你也不配承袭诀问 事宜 有些事我便是知道 也不曾开口 谁知 人算不如天算 如今 杨姑老太太 缓慢地直白叙述 目光紧绷地激进惨淡 其实 自掌胸过世后 她心中有愧 便不再踏足宁远侯府 想到这里 她呼心中起了一股傲气 昂头冷笑道 幸顾得骑手不悔 我不是老四老五 一个糊涂 一个没骨头 你落魄时 我不曾帮扶过 如今你飞黄腾达了 我也不来沾你的光 你成亲我都没来 你大可当没我这个姑母 便是杨家有招一日大难临头 我也绝不来寻你 斩钉截铁地说完这些 一身老骨头都似散架了般 她哑着嗓子道 可灿截儿 尾侄子是个安逸惯了的 你与她兄妹情分寥寥 她外家东昌侯府 是早就不成了的 我 她的终身大事 我不能做事不管 好歹给寻个妥贴的婆家 我也算对得住大哥了 待你妹子的亲事落定 我便不再登顾家的门 你放心 也叫你媳妇放心 我不会再来摆姑母的谱 杨姑老太太咬牙说完这些 顿了顿 低声道 寒家的亲事若不成 还得去瞧瞧旁的人家 残丫头不懂事 你能帮 好歹帮些 到底是亲兄妹 顾廷夜市她看大的 生性娇烈 指望她以德抱怨 纯属做梦 不原要还回去 便不错了 很难再讨得了好趣 怎么可能再仗着长辈架子摆威风 这些她看得很清楚 今时早不同往日了 那时上门给顾廷灿说轻事 种种刁难义气 不过是惯性发作 瞧见那饱满滋润的小夫妻 她就气不打一处来 吃鱉回去后 也伸回自己沉不住气 何必自取其辱 可无论怎么建设心理 遗见了这个厌恶的侄子 她依旧控制不住的火气上茂 顾廷夜静静听着 至此才胡微笑起来 这个姑母不必有心 韩家的亲事必然能成 你 你怎么知道 经此一闹 倘若韩家硬了这亲事 两边的面子都能过去 七妹妹的岁数 已经不起再慢慢挑截 太夫人眼界又高 必不愿取救她 她轻轻掀起车链一角 侧脸瞧了下外头天色 太夫人 定之如何做 才是最好 莫非 这装饰是你所为 本集完 欢迎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